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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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区政府举行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走会 行政长官吹逊安喜致迟中指出 特区政府会继续重视全力促进民生改善 确保特区的长期范围稳定 在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期间 本欧市民提出很多有关民生问题的意见 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加紧深入研究 既力增提出加快解决民众最关心的安居、交通、社会保障、医疗问题的短期政策 也努力构建长效保障机制 翠世安强调 特区政府必定想市民之所想 急市民之所急 令澳门市民更有效分享特区发展成果 翠世安在就会前接受传媒访问 被问及新一届班子的问题 特区政府早上九点半在旅游塔举行走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 近千人出席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出席活动 检察长何超明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检察院会参与墓地门案的上诉程序 事于桃花岗案件败诉 何超明称他明白社会比较关注案件 检察院正在研究是否上诉 何超明说 鬼巴事件的刑事调查基本完结 仍然缺乏证据为严重的刑事 不一定涉及犯罪,但数据混乱,显示有关管理很有问题 现阶段未正式调查完结,未能确保是否起诉 博案市市长张国华被问及跨工区外股通关的相关安排 他表示当局在人手及硬件设施上已准备就绪 验证等候内地有关方面的硬件及人手的调配 张国华称,本奥会在跨工区口岸增加10条自助通关通道 人手方面,12月初会有一批学警毕业 警方会在内部调拨 社工局长容光耀接受采访时表示 家暴法的立法工作已进入最后的立法阶段 相信有关法律草拟可以于第四季内,甚至在11月便完成 卫生局局长李展阳说 现时正有38间娱乐场申请在中场设置吸烟室和在贵宾厅设置吸烟区 其中申请吸烟室的娱乐场有28间,12间已验收 政展开行定程序,赠取在本月的6号中场实施全面 禁烟前批准 李展阳又表示,将在2015年提交报告 调查娱乐场的空气质素 并调查全欧市民对控烟的提法 提交立法会考虑是否需要修改控烟化 特区政府在东亚运体育馆举办国庆体艺会演 社会文化司司长张宇 中联办文化教育部副部长张晓国 看法局局长大祖二等主持揭幕仪式 大会邀请到十多位香港的艺人和本地歌手演出 有大批市民到场观看 有市民表示,特意进场观看心仪的歌手表演 觉得现场气氛和活动的安排良好 由特区政府旅游局和青年联合会主办的 以艺传承大型嘉年华活动去塔石广场举行 活动以传统民间庙会及嘉年华的形式举行 只在令青年人以生动有趣的互动方式 了解及身体现澳门的传统文化特色 传统美食及手工艺 市民一家大小参加活动,祈乐荣耀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今天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赌收下跌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回我们的博彩收入 在过去的四个月 因为最新的月未公布准确的数字 但财政司司长也透露了 其实可能会跌12-13% 我们预计应该是250多亿 看回这些数字 看上去博彩收入已经连跌四个月 其实我们也留意到 政府或财政司司长 对赌收的预测 其实也有一些微调 其实我查回资料 月初的时候 经济财政司司长 可能都会维持上半年的增长 整体博彩收入 但其实到月底 可能整年的博彩收入 可能和去年持平 其实这一个都会看到 虽然我们上半年都大概有15%的升幅 但其实我们下半年 已经不断下跌 跌幅可能就蠶食上半年的15%的升幅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详细的赌收情况 我同事也做了一条新闻片 大家去看看详细的情况 澳门博彩业无收入 已经三年跌 六月份赌收272亿澳门元 按年跌幅3.7% 7月份跌3.6% 8月份跌6.1% 而9月份 蔡叶谭博昨天就表示 可能会有12%至13%的降幅 如果预计成真 就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澳门博彩业收入的最大跌幅 分析认为 出现堵收连续按年下跌的情况 是由多种原因跌加产生的 首先是受到贵宾厅的厅主 卷款潜逃的影响 一些大客对于贵宾厅厅主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从而转战外浮 同时澳门收紧过境旅客的签注 限制银联卡消费等措施 亦影响了赌场的收益 另外内地目前经济增速放缓 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 不会像过去般大量放水 还有就是国家反复的力度持续加大 亦是左右博彩业收入的重要因素 不过在特首崔胜安看来 赌收跌幅的加大 仍然是博彩业健康调整的一个反应 有这么多年 现在进入去 我想是一个健康的调整期 最重要就是做好服务的质量 做好我们其他旅游的配套设施 做好旅游品质 做好配套设施 只要非博彩元素能有质的提升 赌收的下跌 就不会显得这样盛名有关 我们都多次强调政府的政策措施 是希望能够加大这个非博彩元素 所以在新一轮的建设里面 很多综合项目 我们都要求了一定要加大这个非博彩元素 最终达到非博彩元素的收入 和博彩元素的收入是拉近一些 目前多个综合娱乐设施 正在如火如荼价紧建设 当路坦城坐落起更多非博彩元素的综合度假村 欧门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 是不是就会在这里出现呢 看回来 赌收下跌似乎都形成了一个趋势 虽然现在我们看回来 今年都未必会有一个负的增长 可能整体来说 最少的财业预测都是持平 但是我看回一个数字 都挺惊人的 这个惊人不是我们今次的持平或者跌幅 其实最惊人就是我们过去 几年的一个博彩元素的增长 我看回一个数字 2010年我们的同比增长 竟然高的是57.5% 2011年是41.9% 2012年都有13.4% 去年都有18.6% 我们今年其实上半年都有超过15% 我看回我们的数字 其实如果从一个经济学的增长去看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也都想请教宋理事长去看 其实是今次的赌收回落 或者可能都形成一个逆转的势头 其实是否真的健康 还是会不会都有一定的人优 因为始终我们大家期望很高 过去是不是 其实我们看回这几个月的赌收下跌 其实是老实说 其实你看回去年 其实每个月基本上 同比都是双位数字的增长 只有一个月是7.3% 因为整年都有18.5% 其他基本上每一个月的同比 都超过双位数 其实你说现在不健康 其实当时不是那么健康 其实我们看回凡是每一样东西 都是有上有落的 但是我们看回去年去年的同比增长 其实是挺惊人的 因为其实你看回 没什么可能 每一个月最少的月都11.5% 不是7.3% 第二个月高就应该是11.5% 甚至乎最高的到31.5% 尽管你看回我们今年 年头2月份 其实同比都40.3% 其实是很高的 那你说现在这样一个下跌 那你说是不是健康呢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健康的调整 因为第一 我们现在澳门 我们都定性为一个世界旅游一行中心 第二 现在的飞博赛元素 其实我们现在占的倒收 占我们的比例其实很低 如果你看回拉西伯加斯 其他地方 他们的倒收和飞博赛元素的比例 比重没有我们那么高 我们现在全部都是超过90% 每一间公司都是 其实变成了 可不可以值得这个机会 其实可以令到那个 非博赛元素 我们做更多一些投入 宋先生说的比例 就应该是比如那些博赛企业 或者博赛项目 整个项目的收入里面 可能澳门 尤其是澳门 就是赌收仍然超过九成 其实我没有记错 拉西伯加斯 其实是倒收 可能甚至乎有些 不是一个主要 这个就是可能比例的问题 基本上他们是 有很多公司是低于 他本身的 其他超限休闲 他的飞博赛元素 比博赛元素大 但是我们现在澳门 一面倒是九成 不过不单止是关公司 其实从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 或者GDP贡献 其实博赛业在澳门 真的是一业独大 其实余老师 怎样看呢 这一业独大 正如刚才司长也说 其实可能有些回落 是不是有其他行业 有些发展中间 但是这个更重要的龙头行业 似乎形成一个下跌趋势 会不会有些什么的经济 或者其他社会的隐忧 刚才你们两个都说过 可能今年全年的赌收 和去年或者持平 就算不持平 跌不会跌很多 但你要这样看 势是向下跌的 如果反过来 今年初五个月 一二三四五 是上升得比较少一点 后面那些 又跌得很厉害 我觉得会平一点 但现在不是 头那几个月还上升得不错 尤其二月升四十 现在猛跌 超过四成 你看势是向下的 正如我们炒股 或者今天 波动太大 有些是图表派的 你看图表向下的时候 其实来势是不妙的 我们不要这么淡定 就是说 跟去年差不多 但你的势是向下的 你要计算这条数 尤其跌幅 其实我们连跌四个月 比头三个月都高一点 因为头三个月是三点多 三点多和六点多 一跌又跌到十二到十三百分钟 你不知道下个月会如何 还有你还要抹开它一个明细的数 就是不要笼统说 澳门整体九月份是跌多少 13个百分钟 你把它分开六大博企是如何 甚至六大博企下面 我们加上大家有超过四十间娱乐场 每间的数字是如何 这个在经济财政司司长下面 它完全有明细的数字 但公众是不知道的 公众是不知道的 我觉得 司长范畴是要自己掌握这些 仔细去分析 然后自己内部也要有预测 走势将会如何 我感觉到有点不妙 反过来也不用太害怕 另一方面 早几个月开始看到跌了 即是六月份的时候 我也在想 会不会调整向下 是比较合一声直落 因为又说反贪腐 这方面又说怕会不会有些 花钱的行为 包括一些未必是花钱 但接近的都会怕收缩 接下来也限制了 是比我想象中 已经没有跌得那么厉害 这个正如特首说的 健康发展 如果它真的调整了 因为澳门是被动的 仍然有250亿左右 这个真的会是健康发展 不过健康与否 不是我们几个人说的 因为澳门是被动的 人家不拿钱来赌的时候 你觉得它是健康发展 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 今次之后 有没有其他困难呢 你说如果说内地GDP 每年增长多少 七点几 我当它有七 都不错 因为它是很稳定的 每年大概是七点五七点六 以前叫做保八 年年都有增长 即使它不再增长 在平线 那些人来澳门倒 是绝对有能力 只不过我们要害怕 有些是因为政策的问题 减少了 减少了如果政策恢复一些 或者它都是健康手 那些钱我得有泥 即是赌开的 它会成为一个习惯 最怕是被其他的竞争对手 扔掉了一些 所以我看 几个博企都要觉出其谋 如何扔多些赌客来 如何在经营上做好些 甚至在成本上又控制得好些 即是从几样东西 来保障到它的利润 我看回去年有些博企 很亮丽的 一百七十几亿的澳门币的顺利 如果今年是持平的话 它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起码在2014年 它已经很淡定 最重要是整体发展要健康 或者在这里 先听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有陈生的电话 陈生你好 你好 陈生你好 二老师 你好 没有谈好 先跟你聊天 如何看这个赌收呢 陈生 这个问题 李郑先生 你先说一些 我全部都认同 谢谢你 但是还有一件事 大家不要忘记 是 我们现在大部分是国内的市民来赌 是的 你年年月月增产 澳门 澳门赌税 越月增产 你知不知道上面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呢 是的 我们不要开心 嗯 还有一件事 你说 为何会赌税 为何会讀博彩业少 入色少 中间那位先生 我知道你是博彩的 我过去退休前 我都是博彩的 你的工会的办事人 我也是从事 我告诉你 我们从了除胎倒 除了抽水 是实赚之外 还有一个是杀素 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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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贏钱的比率 是否很老 你很老的客户就赢了 譬如这些贵宾厅 八加六大概是2.8到3.4 明白 这些是这样计算 但是有些不是的 你经常都有红筆和蓝筆 是吗 但是这些都会有影响 是吗 实际上是有影响 还有一件事 就是 现在很多贵宾厅 很多的客户就是 是人 是人 等于那些 突马仔 突马团体 他出钱请 他飞来 他不用钱的 是是 那你澳门 先生 不要说我得罪 由我 离开赌场 是 他是说 不进外奴 到今天 我日内不内 我也曾进去赌场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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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突马车叫我走 我也要骂他 那些突马车 为什么你带我来这里 陈先生 因为不是大力加明 不过理解你 可能他面子不太好 不是那么宽容 或者不是那么 宽容 是 是 就是 是 他说 他们受害 是 是 我明白 我明白 我再说一件事 是 为什么 就是 很多中场的散客 是 他来一次 他第二次 他不会回头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出了门口 我搭不到车 嗯 就是交通问题 你想想 阿余老师 几年前 我们在广州 如果我们上去广州 搭不到车 你下次会不会去呢 当然不会 现在澳门就是这样的现象 那陈先生 我想再问你一句 其实你担不担心 赌收掉下去 会有什么影响 你担不担心这个情况 我一点也不担心 为什么呢 你现在二百八十几亿 平均每天 九亿到十亿 去年平均每天十亿 是的 是的 你刚刚打出来 最近二百八十多 整九亿 八亿到九亿 是 每天 哥哥 你记住 每天 你看回归前 开放赌权的时候 我们一个月 一季有多少钱 嗯 我们那时候回归前 八几两百亿 一年 一年都不担心 还有一件事 各位 你记不记得 现在的赌税这么高 大部分都是给外资赢走 带走的 嗯 这个也是 澳门 澳门在澳门 澳门 澳门 澳门市民承受了百物腾贵 明白 还有一件事 你再说一件事 快点 还有一件事 我希望我们特区政府 想清楚 民粉很大件事 一如隔离海 他不是普选一个问题 是很多民粉 民生问题 我知道 希望我们特区政府想着 多谢陈先生 我们还有邓先生的电话 邓先生你好 邓先生麻烦 要关掉电视 我们就可以聊天 谢谢你 怎样看赌收下跌的问题 他赌收不赌收呢 对于我们小致民来说 是没什么意义的 嗯 为什么不说呢 那次在赌场隔离的药房 买一盒脱负害 他不卖给我 他又没有货 你这么多人来 他买一份就卖给他 其他几百元的药 他又卖给他 他真的没有货 只是特意不卖给你 招呼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在赌场隔离的药房 他不招呼你这样的感觉 邓先生 不知道就不要说过去 说其他东西 说回我们的主题 是啊 主题就是赌客 来来去去 你不让我说吗 不是 邓先生你说 你说 少些人来赌就更好 对赌收来说 对于我没有意义 嗯 我吃饭8元 那天下雨走 又在赌场附近那里 往那头开工 8元 我起床不是吧 我买一只鸡也是75元 嗯 明白 你现在政府怎么办 搭车就搭不了 你少些人来就更好 所以 我不还 我又不赌钱 所以邓先生感受到很多 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素质 但其实政府财政收入很依革这件事 是不是 但政府财政收入也很依革这件事 你担不担心呢 我不担心 他死 就是他死 我现在买入肥股 也买不到 明白 OK 不要紧 多谢邓先生的电话 邓先生其实都觉得 可能赌收赌下跌各方面 感受也不同 他感受的负面合影很多 所以他觉得赌收下跌更好 而且赌收有些好处 或者他未必可以享受到 但那些不好的东西 他已经参加了 是的 或者这个时候 我们先看看天气的情况 回来再跟大家探讨 赌收下跌的问题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探讨有关 赌收下跌的问题 其实观众朋友看到 有两个意见 其中一个意见 其实他就说 其实他经常都感受博彩业的负面效应 他买少许也买不到 其实可能包括通胀各方面 都受到压力 但另一个观众朋友 可能针对博彩业 其实他觉得 回归前他是在博彩业做的 他觉得当时服务可能是一般的 但问题就是 其实当时也是 我没有理解了 当时他们的提示 查钱 其实是直接拿的 就不用问客人 以前的 其实有些东西改善了 不过我们也可以探讨 这个肯定改善了 这个查资肯定不是强的 肯定没有 但问题就是 是否服务员的态度 仍然未够 就是笑念迎人 或者仍然未够 给资格賓至如归 或者旅客賓至如归 宋先生这方面 其实如果我们看回 刚才各位观众提过的 好像服务质素 其实我们觉得 澳门现在普遍的服务质素 其实我们自己感受到 都是偏低的 你不要说你去赌场 你现在最简单 我们出去吃碗面 吃饭 其实你会看到 澳门的服务质素 真的低 因为人力资源需求 短缺 人是这么多 但是就不够用 现在你看回中小企的老板 其实他们都说 请人真的很艰难 因为你一面倒 博车液这么独大 人力资源 一面倒去博彩业 那变成了 其实不要说 他服务质素好不好 其实服务质素不好 有人都叫做 那些老闆都说 叫做偷笑 其实这个 但是我们看看 没有办法 可以在一个空间上面 可以做多些服务 服务上提升 好像刚才新闻片都有说 特首都没有说 如何可以重视 博车液的服务质素 除了博车液 其实其他行业的服务质素 我们都要提高 但是具体可以怎么做 通过人力资源的培训 或者是什么手段可以去做 其实这些一定是 培训上要做多些的 但问题就是 现在基本上 人都不够了 你还说 哪里要找时间去培训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宋先生可能觉得 经济发展太快 或者博彩 博彩要拉动得太快 其实大家都没有时间冷静 无论老板 怎样想想 怎样培训 员工或者员工 都没什么时间 现在那些博彩业 你别说什么 人都不够了 你有人来 例如先上个缸 你先做东西 慢慢才培训 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 边学边做 对了 那个质素自然会低 如果是管理上的问题 也不是帮助一些做装可 他们已经做到很累很辛苦的时候 你叫他吃点笑容 笑容都很假很虚偽 你要令到他 起码做得舒服些些的时候 他对顾客会好些些 不过会不会有些不同的场 我自己也有些不同的地方 你去过不同的场 有些淡些 有些旺些 有些是同一旗下 一个博企 他有不同的娱乐场 可不可以 那个倒桌都调整一下 因为我们经常说 倒桌都不应该 无限量去提升 适当的倒桌的转变 可以令到客人 集中某些桌子的时候 不用那么散 就变成了职员 也可以集中一些 轮班 能够让他休息的时候 就会轻松一些 打球都有 打到球员残 你都会叫 要换哪个人进来 哪个人出回去 同样 所以我觉得 有时不要只怪那个员工 管理方面 可不可以做好些 包括倒桌的整 还有 在管理的态度上 都要有一个示范 警员要看那些警长 警司 如何 同样 他可以有些人 教人做博彩庄可 能不能够他落场 你说的就是天花龙凤 你做又如何 有些示范 我也做到 你为什么做不到 他会心服口服 说到倒桌 我们现在都 五千七百 第二季 季底 五千七百一十张 是不是最应该调整 其实就比上一年 还少了四十张 如果从数字上 但是其实 有些是因为 控烟的问题 是的 就是看下去 似乎下去 现在澳门的倒桌 不单是倒悬下跌 倒桌也有个初步下跌 跌几十张的势头 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 或者这里 还有林先生的电话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林先生你怎么看倒悬下跌 请讲 终于我和崔世安特首 有共同的议员了 终于同一句话 很难得 很难得 真的这么久没试过 是 因为我们跳出澳门 看看美国 美国所谓大西洋城 麦斯维加斯 还有一个最早的赌坊 叫林劳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哪里叫林劳 林劳 现在还在开赌赌 但是现在没有人认识他 为什么呢 他是纯赌的 大西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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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落了 现在问很多人 都不知道大西洋城在哪里 大西洋城在东部纽约附近 在纽约 在新泽西附近 是的 新泽西附近 没有人知道这个赌城 已经 他就是 纯粹 纯博彩 他的项目主要是以赌收为主 这个林先生 对 拉斯维加斯 刚才宋先生说 有会展 有其他的悠闲 90年代开始 他的赌收 慢慢慢慢 和经济比重 減低 很成功 在2013年的去年 终于达成了 轻微超过 就是这个博彩元素 轻微超过了 非博彩元素 轻微超过了博彩元素 预计2014年 是会超过5%以上 但是 拉斯维加斯的总量 非但没有跌到 经济总量 非但没有跌到 一直都在上升 就算是08年金融海啸 这么困难的时候 轻微有点增长 其实他的增长很稳定 几个百分之 几个百分之 是的 是的 现在终于我们可以 减低博彩元素的因素 而擠出空间出来 比非博彩元素来发展 是相当之健康的事 这个还能没有 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商人逐利 有如苍蝇健血 如果非博彩元素的得益 不降低 你要那种 他们不会转方向 要商人自己自动转型 去经营非博彩元素 有如圆目求圆 但是林先生 怎么做呢 你怎么转呢 现在有个契机 现在很简单 其实我们今天 已经在昨天 昨天我只是在这些平台 赞赞旅游局 我们在FORCE FORCE频道 你知道吗 FORCE频道 有电视 很多的 FORCE频道 终于看到旅游局的广告 就是烟花节 虽然有点慢 因为烟花节 明天都好像收尾了 好像今天和明天 不过香港也有卖 我看这些香港的节目 我没例子 FORCE 在国际媒体卖这个广告 你明白 起码政府有做些事情 现在我们政府就是应该要推 但如果昨天卖都来不及 不过我不敢说 我不知道几时卖 昨天都有卖 我们给一个肯定 好过不做 好过不做 现在去做呢 虽然有点迟 但是好过不做 可能他做了很久 他推出澳门的特色 推出澳门的国际形象 而吸引呢 非博彩元素的客人 林先生 想多问你一句 你有没有信心 非博彩能够发展 说了很多年 这是看政府的 嗯 如果政府就是把所有土地 所有资源 所有政策 都倾向于博彩元素的 博彩元素的 就没问题了 嗯 如果你转过来 好说不好听 你这么多地 可不可以留一些出来 非博彩元素呢 嗯 如果譬如 有些肚桌 你限制了它之后 刚才余老师说得很清楚 是 限制了的人力 你会留在其他部位那里做 如果不是 你要六千张给你 八千张狗 你一万张给你 那你有什么可能会限制到的数 这方面其实政府说了 未来的10年 2013年 真的未来10年 要3%增长 我记得 是的 我是很衰人 我真是衰人 衰得很记性 2007年 他说过 那时候只有4500张 未来 他那时候说 那时候未来 3800张而已 2007年说到未来 只能限制了4500张而已 现在有几张倒彩 你告诉我听听 现在有5710张 是的 2007年在中外媒体面前说的 他说 未来才限制在4500张 嗯 博起自己内部微调的 但是他不知道 是不是在说那个年份 他在做这个经济师的位置上面 这个桌子已经变了6300张 不过他2013年又很清晰地说了 又说是10年的3% 不是就是了 这个世界就是你 你经常都是那些规矩 我经常引用 我们澳门人的一个俗语 以前讽刺雙龟的时候 就是说 规矩是不出来的 西装桌也不同规矩 褲桌也不同规矩 缩三桌也不同规矩 像例事那样 澳门官员好的学不到 好 OK 多谢林先生的电话 因为我们还有李先生的电话 李先生你好 大家好 李先生怎么看呢 我想说 刚才很多的观众 和你们的嘉宾 大家都在说 究竟 我们应该如何改善这个 Facebook了元素的发展 或者其他产业 但是其实来源 从头到尾 我们的所有的 赌客都是从大陆来的 至少大部分 有个数字的 超过了百分之八十 其实就不是的 比如以旅客来计 七成就是内地的 两成就是香港 2.8%就是台湾的 就是两岸三地 那其实就应该有 91.92%的旅客 有个旅客 但是如果是可以赌的 我相信都没有什么 哪里可以 好像我们偉坚的那些人 这个我也认同的 你这个是旅游的数字 我只是说赌博的数字 另外我所想说的 我们自己如何去改变 都是改变不了源头的 澳门有一个好处 就是至少 不会占什么占物 你看我们澳门 那么听话的人 澳门的特区政府 也做得不错 至少市民 每个都不会有 软声在读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澳门 其实受到我们的国家 是很关顾的 大家都知道 每一年澳门 输了多少钱去的 亦是有给的 美国佬拿了多少钱出去的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澳门 有这么优厚的条件 是谁会给的呢 那么大家 我相信都知道是国家 是 这个不需要我们再去评论 是 但是我们现在看 澳门的赌收 如果少了那么多 或者一路一路减少了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那么我们 大家今天讨论 在这里来嘛 不问我们的服务再好 它会再来到 那么你觉得政策上怎么看呢 李先生 政策上就是 我们的政府本身的量入围出 这个才是重要的 我给你多一百亿都没用 你看一下他们 在那里 那里怎么花钱的方式 这帮人实际是败家洗来的 嗯 有多少就花更多 我们澳门才不够而已 其实如果按照现在的收入 是足以令到我们澳门所有的居民 可以安居落业的 也是在所谓退休各方面都可以维持到的 但是如果澳门政府 这一帮旧有的人员去发 发展这个澳门呢 是洗脚不抹脚去摔 你有多一千亿都没用 这一帮人是挺败的 李先生 因为你突然说这件事 我未必有一个神祭的数字 但是似乎 我们呢 使用的钱肯定是比 我们投资 早几年增长很多 我没记错 回归之前大概花百多亿 因为这个数我真的不肯定 160到170亿左右 去到现在我大概花四五百亿 一年的 倍数呢 就两三倍 但是每年呢 因为我们堵收 只是堵收 都千多亿 是他们不断的追加 他们的定立出来 每一个局长 或者每一个个案都好 但是不需要是经过你们 尤其是你看香港 有什么都是经过财委会的 你那个李先生哥哥就是 裁预算钢业法 你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说清楚 就是现在我们的问题 就是我们花很多 我也认同 就是突然这几年花大几倍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真的找得多了 他每年都有六七八亿的盈余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恐怖的小事 每年有六七八亿的盈余 不是 那个盈余是长远累积的 现在是每一年就只有六七八亿 所以我们说的就不需要 就是变成这个话题 是怎样我们去 善用我们有限的资源 究竟我们担心什么 还有我们有什么对策呢 其实现在对策 只是做生意一样而已 你不要说 我有收入的时候 找到不断拼命花 你以后怎样呢 这个我也认同了 你以后怎样呢 其实我们的税收 已经足以应付了 我们澳门所有的居民 和我们的人后生活 只要这班官员 不要乱花钱 嗯 就是不要这么超资 像北安码头 OK 多谢了李先生的电话 因为还有谭先生的电话 谭先生你好 请说 喂谭先生 喂 你好 可能线路就有些问题 谭先生你好 是 待会再拨拨 是的 待会再拨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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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 再拨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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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譚先生的電話給我,譚先生你好,請說 喂,譚先生 是,譚先生 喂,譚先生,請說 你好,你好,你好,請說 我想說,你說稅收,稅收,賭場稅收低了 賭收低了,不過稅收自然都會低的,你說對了,譚先生 我講,現在賭場稅收低了,會不會影響市民,是嗎? 賭收影響,不過不要緊,都會類似 譚先生,你可以說你的意見 你可以說你各方面的看法 喂,譚先生 譚先生,或者可不可以去一個好一點的地方 同事再接過你的電話 因為譚先生的電話我聽得不是很清楚 那個電話收不到 是的,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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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是電視,或者你去接收好一點的地方,譚先生 是 好的,我走過一點了 是 是 現在好一點了,譚先生,你可以說 請說 是 都是窄窄一下 譚先生,或者我們待會再聯絡譚先生 因為沒有人發電話 沒有人發電話,沒有人發電話 不要緊,或者我們跟兩位現場嘉賓去談 我們繼續談 現在怎麼看呢? 你說賭心,我們的財政收入是很多 是超過一千億的 應該一千四億 因為賭稅是8-35 因為今年這個數字差不多 所以其實我們財政收入是超過千億 但是我們花500億是否很多呢? 比10年前肯定多了幾倍 但問題就是這個數字 就算不多,也不應該洗腳抹腳 是的 剛才有些沒有具體說 我都提 譬如說北安碼頭超支 澳大隧道超支 包括輕貴 雖然你不是很影響的大數 就是幾億或者幾十億 對比剛才幾百億 但是也不應該有這樣的行為 可能就是預算光業法 我們再完善 或者我們先看一看廣告 回來再和大家探討下跌的問題 歡迎回到澳門開港的現場 我們今天和大家探討下跌的問題 電話中有趙太 趙太你好 趙太你好 各位嘉賓你好 怎樣看賭收下跌?請說 關於賭場的稅收下降的問題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不是的 要是為何楊玲穩積貴民 現在還未下降 好好的對新管司 尤其是澳門的福利太好 造成很多伊麗市場 尤其是對青少年和學生 他們應該好好珍惜 目前現在好好讀書 掌握更高的知識 你出來現在目前做國 很多人令大學生也好 出來打一個打一份 因為人工高才去賭場 你讀個大學生 你就去做賭場 我覺得很可惜 我們澳門除了賭場 我本身是反對賭賭的 現在澳門沒有其他行業嗎? 剛才有公眾也說過 這個賭場是一個很好的 但我覺得澳門還有一個特點 因為澳門的人比較溫和 而且是東南亞各國的華洋 東南亞來好 淺世界 基本上在吞飲那裡可以發展 即是有些東南亞美食 澳門有些特色 好啊 飲食方面可以全面發展 其實我吸收世界上 這些有名的各國的華洋 政府可不可以是 新的田海區裡面 有一個地方 比開地區在這方面發展 這些是一個出路 即餐飲這些旅遊 旅遊 旅遊 宜樂 旅遊 休閒 於是 夏生 多謝趙太太的意見 還有墨山的電話 墨山,你好 墨山,請說 墨山,你好 咦,請說 你怎麼看賭收下跌 請說 你好 你好 首先講到賭收下跌 你的最大有六個獨張稅單 六張稅單 你們經常去抗議 要加薪工加什麼 第一 澳門人手已經不夠 你說加了工資 加到現在澳門投資者的工資 每個人都不想去做派牌 整代青年去做派牌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沒有問題 第二 我們現在的工聯等等人士 是危害了一代青年去做派牌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我想跟你講講 我們現在經常講的賭韓修 那些錢是真是何巧華特首那時候 開了開放這件事 當我們找回來 搶回來 叫六個投資者在全世界來澳門來投資 我老實說 現在你說不開放 不開 又要上街又要成 你不如去新加坡賭錢 去南韓賭錢 去賭賭錢 為什麼要來澳門賭賭錢 你走去什麼世界國際旅遊城市 你找一個懂得說英文好一點 澳門現在都沒有 不要說那些街 現在你全部的匯錢業 全部的人肉報警板 站在那裡 請他一個人就請不到 一個司機八十一小時 你在請到 司機現在看延期有多大 開巴士 澳門說堵塞 現在佔中國的問題 澳門白口釘 全澳門塞了 整條橋 塞八架車 已經全澳門不用走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是講賭響的問題 我們政府有沒有長遠發展的計劃 要拿出來 不要只是說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 有沒有政策來做這件事 我們應該能不能長遠一點 不要像剛才的小姐說 我們餐飲業 怎麼做餐飲業 出個牌子 整年都沒收到牌子 怎麼做餐飲業 在澳門 有沒有跟著報紙說要 怎麼說 我們找一個很長遠的計劃 給一些投資者 有機會再投資澳門 我是澳門一個投資者 我最重要 我覺得這個投資者 給一個機會 我們重新投資在澳門 是最重要的 不是你們經常說 在電台補的 多個問題 但默先生想請教 譬如你作為投資者 你覺得最大問題 或者最大困難是哪 理論上澳門也有機會多少 是否你們參與不進去 默先生 我告訴你機會是有的 根本沒有理由我們走下去 賭場 裡面開一間賭廳 那些東西 根本不是做韓生意 你說開餐廳 根本就不夠他們做 第三 不是說租平位的問題 你說現在那些住宅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就買不起 不是價錢便宜的問題 建的那些房子出來 有沒有是漂亮不漂亮的 也不可能會有便宜 多謝麥先生的電話 麥先生就是從一個投資者的角度 去講到 應該還有譚先生的電話 譚先生你好 譚先生 希望今次可以 可能真的滲路譚先生 真的沒辦法 我們 譚先生你好 可能我們 今天沒什麼完 跟譚先生不要緊 訊號問題 其實剛才從投資者角度 他也真的有很多怨氣 看下去 其實作為澳門 你說是否真的沒有其他行業 至少我天天天見到一些手信業 真的好像很興旺 現在香港電視台 一些主要廣告時段 都被澳門的一些手信業買了 看起來也有些商機 是不是能夠有的商機很狹窄 可能麥先生這些就說麥先生 有商機一天旅客 8月又創了單月的新高 三百零八萬 今年旅客的人次 一定超過三千萬 是吧 那量例的數字 應該始終有些消費在澳門 首信就是第一樣 另外剛才說的飲食也是一樣的 他來到澳門 一定要吃東西 他難道買餅乾算了嗎 他要吃東西的 不過不知為何麥先生說 開一些餐飲業 但是拿牌 行政程序 澳門開這麼多間 為何別人可以 他是不是存在什麼問題 可不可以通過飲食業商會 去要求政府對一些個案作出去評估 還是有些政府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是一些個案問題 只是一個程序上的問題 對 向廉政公署去申訴 包括有些東西不作為 或者處理得不好 包括人資上 是不是真的看不到 你眼見的 到處都是飲食店的 有些裝修沒多久又能開到 為何會有個別開不到 是否其中有一些冤案 其實我都了解過 其實你是飲食業 現在是否真的新開到這麼多 但是其實他們的牌 很多他們開了 牌還未有 即是事業 事業 這是法律上 第一 法律上有一些漏洞 但是如果法律沒有這個漏洞 他們是很慘的 我們沒有理由租那間店舖回來 裝修了 然後等半年一年 都未出到牌 其實行政程序這方面 一定是要改善的 因為很多以前奧普時代流下來的程序 可能說回法律有些滯後 會否有些法律要改善呢 可能有些消防條例 或者衛生條例 其實有些仍是很過時的 即是當時可能 消防條例都未有這種設施出來的 那可能是要這樣的標準 可否一條龍覆 其實現在據我了解 因為飲食牌有兩個部門 一個是民處 一個是旅遊局 其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規定 還要衛生局消防 因為法牌的部門是民主還是旅遊局 因為現在法內規定 其他要過關 其他要業條部門 因為有公務局 有消防局 衛生局各方面 但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比較靈活的 其實你去分食股 它就不是很明確的分別 所以你可以去旅遊局申請 或者去民主申請 據一些業界反應 有兩個不同的情況 去旅遊局申請 可能是最開始那一刻就麻煩一點 因為它沒有一站式服務 但是之後的巡查 可能就相對會鬆一點 但民主可能發牌 因為它有一條龍服務 也有一些服務協助 要看你的腦座怎樣 但另外 反過來 可能日後的巡查 看到一些個案 可能是你本身的大廈的空間 樓高 其實本身就不符合 所以你後面搞很多東西 其實都可能不符合 但你見到澳門很多這些會 飲食業聯合商會 參與業商會 理順這些問題 不一定要 應該這些會 都推動一下 看看如何處理法牌 這是一個問題 剛才麥先生提到 人資可能也是一個問題 但我們看回數字 其實澳門真的是外露 你說從數字上真的很多 超過16萬 批出的超過19萬 現在這個數字 其實數額還未用盡 數額還未用盡 數字真的很多 我坦白也看到很多中小企 叫苦連天 問題出在哪裏呢 其實這個人力資源 政府的審批程序 也不太透明 老實說 因為我們跟中小企 飲食業那些談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標準 就是說 某些行業批多一些 某些行業批少一些 但他們知不知道 可能叫做 如果國內叫做潛規則 總之我知道 可能我們飲食業 可能一個本地人請一個外勞 某些行業就不是兩個請一個 有些有三個請一個 但哪些行業就沒有說清楚 我亦都收到一些投訴 就說我準備開 好像麥先生可能準備投資 我現在你有程序不緊要 你要求標準不緊要 你告訴我 他又不是覺得很清楚 答不到你 他就很難去投資計劃 還有一個他要開了之後 或者過了某一段時間 可能我要半年一年後 我才可以請 變成很多形成了 其實你說 人家資源又緊 但他們真的請不到 但其實另外 我們有一個想法 其實會不會 好像現在這樣說 本地人一面倒去了 做莊河 博彩業的 其實會不會在政府上面 現在有這麼大的 財政資源 其實會不會對某一些特定的行業 即未來我們澳門想發展的行業 裡面有一些補貼 或者可能鼓勵一些年青人 去進入一些他們自己認為 他們想投身的行業 但那個行業是我們重點想扶持的行業 當然不是說 什麼行業都可以付 至少現在好像民創 行不行 但錢可以 資助解決問題 其實有時候我們覺得 不是資助資助 即是我給你錢去搞 可能某些行業 你做設計的 可能你入職門檻的人工 不夠入博出業這麼高的 可能在頭一兩年 會不會我給你一些補貼 是這個重點 我做設計師的 我讀完設計師回來 其實就是扶你最開始的一把 是的 因為他可能過了兩年後 他到了一定的水平的時候 可能的人工 其實比博出業高一點 其實現在政府有很多遵做 其實看來遵做真的不少 包括鍾小企的融資 它有60萬 這個都相當不錯 青年人也有 也有對一些老電 我看有些是 各行業自己個別的問題 因為現在開的機構 就說多了 大家拘捕 你請了人 你培訓了他一段時間嗎 我拔他過來 我需要人手 你原本還用的12000 我15000 但我不用再去栽培他 變成那些人 擊鼓全花轉來轉去 就很難留得住人 不過所以我自己的感覺上 其實除了一些直接的資助之外 其實在行政程序的方面 讓大家能夠發揮創意 發揮到自己的一些市場的概念 例如我自己在墨山 可能剛才遇到很多問題 怎樣讓這些投資者 或者有心創意的人 年輕人也好 各方面的人也好 能夠發揮自己的所詳 又或者可不可以在一些美食中心 就好像我們見 其實就是新加坡的Food Court 類似那些 某些博企都有 譬如在路淡金剛大道 博企裡面的購物中心 它都有些美食中心 其實就可以降低門檻 不過只不過門檻也很高 譬如政府做一些飲食中心 或者熟食中心 是不是可以降低門檻 我只是搞定 我有兩個三個人做東西吃 洗碗不用我管 招呼不用我管 客人自己來拿東西 應該會好一點 不過現在我看到 博企大型貨物裡面 那些都很高漆 我想入門檻也不低 但是政府可以做 有些是補給一些 有些是高格調也有 其實如果是這樣 政府在這個資源上面可以配合多些 但是是不是真的 我給錢你 我給錢你去搞 但是是不是好像青年創入基金 我給你30萬 但是是不是這樣就可以 其實反而會不會在 前期的工作 其實他們自己的自身 那個 經營技巧 經營技巧那些要多些 反而我給錢你 你到時沒有用的 我虧了 都是沒有意思的 非金錢的援助 或者政策扶持 可能比金錢更有效 是的 起碼教識他 真的他怎樣 日後再去繼續 營運運運作上做得好一點 這個提升的質素 我才覺得更重要 明白 今天兩位嘉賓多謝了 跟我們探討有關 堵收下跌的問題 我相信澳門的堵收下跌 確實是要我們大家關注的 其實新的問題就是 不能夠通過這個契機 能夠有效地 將我們的博彩業 一業獨達的情況 去轉型 去讓我們的其他產業 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這裡 通知一下大家 明天澳門開港 會探討樓價的問題 希望大家明天繼續關注 還有各位觀眾 記得不要轉台 接下來繼續收看我們的澳門開場